被清晨的空袭警报叫醒 床铺旁放着行囊和避难包随时逃难 这是乌克兰人两周来的日常 一位乌克兰年轻女孩 透过抖音让全世界看到 乌克兰人在防空洞中的生活 从她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防空洞中依然可以维持基本的需求 生活上似乎没什么改变 但一走出户外 映入眼帘的是残破不堪的街道和建筑 城市有如废墟一般 秦英悠扬提琴手身穿一袭黑色礼服 这位乌克兰提琴手 在防空洞中为难民们演出一曲 并把这首曲子献给他刚过世不久的奶奶 演奏的旋律悲伤 仿佛也在道出难民颠沛流离的心声 不只是名声必须设备 就连娱乐设施都饮有尽有 美国富人的防空洞富力堂皇 不但有电影院 图书馆和游泳池 甚至有电子游乐场 即使不能出去补充粮食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防空洞中 甚至设置了温室可以种植农作物 让避难的人能够长期居住 建造于1956年美俄冷战时期 饭店底下的这座碉堡 可以让多达1000位官员和家属到里头避难 甚至还设计了模拟参众意愿的开会厅 在19.5公尺深的地底下也能照常开会 这座地下碉堡曝光后成为热门观光景点 对比美国的富人豪华碉堡 乌克兰人因为战事 必须和家人分开流离失所 有些地下避难所甚至没水没电 来到这里的人是真的为了躲避战火 悬殊的对比也让人再次感受到战争的无情 记得刘家瑜报导 对比美国的进行